为了活化普里花卉物流中心 普里镇公所日前邀请到知名设计师 到物流中心进行现场的勘察 希望听取他的意见 针对土地活化利用 能给出宝贵的建言 设计师林中勇表示 普里镇目前缺乏的是 串联一股大家的力量 若是有些新的平台能够加入普里 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就能把普里镇连接起来 带动地方的发展 我觉得这些外来的这些能量 应该是说 他们真心的看见普里的 这块土地培育出来 这些好的农作物跟产品 以及普里镇的所有的善良的人民 那当这一切真实的被别人认同之后 外界的能量加入进来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变化性 我觉得刚刚 大家都在提只要有一个新形态的平台出现 我觉得地方的串联就很快就可以发生 所以很期待可以实现 普里在地业者表示 普里是早期台湾切花最大的集散地之一 但是因为花卉市场的改变 切花市场逐渐被盆花取代 因此当初花卉物流中心的设计 也无法满足现在花卉市场的需求 因此他也建言能够把这个产地 改变成为一个花卉展示的场地 吸引国际花卉市场 以及爱花的民众来到普里观展 借此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这几年花卉的景气并不是这么好 我们希望能够在产业上面 有一些提升 也能够改变 那同时普里现在很多的业者 有二代接班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可以活化这个地方的话 让接班的二代 对这个花卉产业有希望 那同时可以改变现有的通路 跟营运的模式 那我想对于整个普里 整长远的发展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所以我们很期待能够在这个 物流中心的活化上面 产业能够贡献力量 副议长潘一泉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针对花卉物流中心的活化 也能够及时广益 融入普里在地特色 以及产业 进而带动地方观光 以及产业的繁荣 记者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道